新游记里的马德华饰演猪八戒 在86版的新游记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记忆 马德华饰演的猪八戒是大家最喜爱的 也被称为是最经典的 至今的无人能超越的 猪八戒马德华老师今年已经73岁高龄 近日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闪出了一段视频 并碰文称 新游记马德华老师一身都是戏啊 视频中马德华老师一身黑色搭配彩色围巾 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火风老师的大花叫 在音乐起的时候 马德华老师唱了一句 接着 马德华老师在舞台上又蹦又跳 非常的会活跃气氛 怪不得当年杨洁老师学马德华老师演猪八戒 马德华老师真的浑身都是戏 马德华老师在舞台上表演 一点看不出来是73岁的老人家 更像是个孩子一样 据悉 马德华老师从小便是出了名的淘气 人送外号猴三 网友们纷纷大赞 老艺术家马老师演的猪八戒 最活灵活现